数位身份证预计在明年上路了 而为了消除大家一类 行政院政委唐凤还有内政部长许国勇 在脸书开直播来说明 许国勇还保证了内政部不会以任何的名义 搜集人民的数位足迹 他还说了如果有人抓出漏洞 可以领到高额的奖金 转一转都可以看到很多防伪的技术 那这些技术就是护照那个等级的 那坦白来讲成本也有一点高了 所以就是要好好保管 数位身份证成本真的高 光卡体就要300元 这代表往后换领和补领的费用也会增加 如果弄丢了要补办得花900元 如果被很高解析度的相机拍到了 六代卡的正反面 那这样子的话人家要去把它复制一份 说真的并没有那么困难了 六代卡它防伪的这个技术 其实已经过期了 防伪等级提升上面 我觉得七代卡是比现在的要好 晶片可防篡改防复制 达到军事机密等级 数位政委和内政部长对设计挂保证 我太太的名字是她的个资 我在我的身份证把它揭露出来 不就泄露她的个资吗 确实 我爸爸妈妈也是爸爸妈妈的个资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应该是对个资的保护 会更加的确实 卡面上的个人资讯揭露变少 但民众对资讯安全的疑虑反而变多 比如数位足迹会不会通通被主管机关追踪 当你拿了数位身份证 到别的机关或别的单位去做什么事的时候 那资料绝对不会连回内政部 我当部长要跟大家保证 阿佑要给你们保证我绝对没做这个事情 测试完了以后我们必须要安全性 大家都有信心没有顾虑我们才会开始实施 这些团队如果来攻破 我们那种攻破 攻破是有奖金的 明年1月数位身份证会先在新竹市事办 如果顺利预计7月全面焕发 东森新闻旅士奇李立真在TAPE报导